在我人生當中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我深思熟慮過的 然後我喜歡的事情 也許不管是創作不管是唱歌不管是主持 對我來講都是一種學習挑戰 也許會有挫折 但是在挫折當中我覺得能夠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讓自己更成熟 這是我抵抗挫折最好的方法 也是我最喜歡去面對我的挫折用的方式 所以不管是唱歌寫歌主持 我希望我都能夠全力以赴 也許呢我是做的最好 但是我一直在開心著認真的做這些事情 你會用一切去交換一個始終 天對不開心的時候沮喪的時候呢 對我來講 我除了用音樂去治療我的傷痛以外 另外呢我會試著讓自己放空 或者是找幾個好朋友去旅行 然後去吃我喜歡的美食 然後去聽很多很多我最愛的音樂 讓我自己的壓力放鬆 這是我讓自己就是可以解除壓力最好的幾個方式 我在寫歌在幫別人寫歌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最難忘的經驗就是 我幫黃小虎寫的沒那麼簡單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許我想把一個歌寫到最完美 我聽小虎姐的聲音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 哇能夠有很寬的聲音 可以寫比較寬的歌 但是呢 我一直在我的心裡 用了很多時間去傳播 然後也試著去寫了好幾段 要給小虎姐的歌 但最後呢 這個歌是沒有完成的 我還是到我自己的電腦去找到 本來我自己要唱的一首歌 然後給小虎姐唱 那小虎姐唱這首歌的時候 她覺得是非常寬 但是也是非常難唱 所以在錄音室的過程當中 她一直用了很多時間去傳播歌 然後當下她打電話給我 說 你這個孩子寫這麼高的Key 這麼難唱 你叫我怎麼唱呢 我回答她說 只要是溫暖的歌 適合的歌 都是值得唱的 那非常驚訝的事情 這首歌沒那麼簡單 就是從我跟小虎姐一起完成以後 在很多很多的平台 很多很多地方 大家都開始流傳 然後一下子 好像大家都知道說 小虎姐幫忙想寫一首這個 自首歌 讓小虎姐在很多地方 受到她的注意 這是我 我覺得最開心 最高興的事 在我的創作 我想跟大家分享 充滿正面能量的這首歌 我自己特別喜愛 這個歌叫做阿嬤阿威 我想在我的生活當中 其實家人給我的愛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在我高中時期 非常叛逆的時候 然後眼睛看不見以後 是我的家人 我的奶奶給我的一個照顧跟愛 如果沒有他們陪我走過 最低潮的那個階段 我想我有沒有辦法 站在舞台上面好好唱歌 所以因為從過去 奶奶的叮嚀 奶奶無時無刻的呵護 我覺得我自己非常的勇敢 然後去面對我人生的挑戰 所以阿嬤阿威這首歌 是我在創作的故事裡面 然後最有感受力 然後也是能夠帶給更多朋友 我們身邊的朋友 只要心中有愛 我們的正面能量就會更多 然後就可以給身邊的朋友 更多的鼓勵 更多的支持 每個人都會有放棄的時候 包括我自己一樣 那我想要推薦一首歌給大家 在我的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叫做 是收錄在之前 我們的故事那張專輯裡面 我覺得 不要害怕失敗會受傷 努力乘著往前 不要害怕 失去總而言還是會得到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堅持方向 用這首歌 推進鴻 一同推進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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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